本视频由边外书童制作,小仙旅情动,第七集,林中风声骤紧,蓝启仁带领几位亲门弟子随后赶到。 蓝景一四处张望,没见到蓝丝锥,心急如焚,看到蓝启仁和仙都一处说话,两位师兄弟又把地上暗位抬走,他才迫不及待地拉上另外的弟子一起在附近寻找蓝丝锥。 蓝启仁抬手摸了摸胡须,神色复杂地看向蓝望鸡手臂上抱着的少年,他怎会如此?蓝望鸡背挤一僵,道,我也不知,魏英唇角的血丝已经擦近,唇色红润,呼吸平缓,一点中毒的迹象都没有,可能是玩累了又受到惊吓自己睡着了。 这些,蓝望鸡垂眸道,他自己咬破了唇,估计是被吓的。 蓝启仁抬眼看了面无表情的蓝望鸡一眼,西沉说魏英来自云梦江家,是寻不到来处的汽儿,你们可再次查过他的身份。 蓝望鸡道,兄长此次去云梦提亲,会进一步探查。 魏英身份有疑,蓝启仁冷声道,提亲一事还需在意,稍后我会传讯给西沉,让他以其他理由赞助云梦。 叔父,蓝望鸡欲言,被蓝启仁抬手制止。 望鸡,为你选亲并不是儿戏,你的幸福绝不能建立在阴谋诡计之上。 我见你在宴席上对魏英颇有好感,想你们相处几日若能心意相通,也算天作良缘。 可是如今看来,魏英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纯善,你要知道,古往今来不受蓝家结界独障影响的外人只有一位。 蓝启仁眼神如刀地再次看向少年,那就是因虎福的主人怡灵老祖魏无限。 蓝望鸡身形一颤,嘴唇紧敏。 结界阵法是蓝氏上一任宗主蓝义传下来的,他和骑山温氏的上一代宗主温卯决战不夜天,最后杀了温卯,把阴铁伏封印于蓝氏密地寒谈洞。 此福音邪,可控制鬼祟之物,并给予强大的邪气,一领祭出,生灵涂炭。 一百年前,温卯为了一桶仙门,便是用此物掀起腥风血雨。 蓝依仙氏前曾留有一书,《严明殷铁伏》是出自怡灵老祖魏无限之手,此人正邪难断,形势随心,术法奇特又百毒不侵。 他幸而和他有过一段来往,得到他的信任,在不夜天立战斜碎傀傀儡三天三夜灵力不计之时, 一领老祖突然出现,收回阴铁伏,他才得以斩杀温卯。 可是,他一生浩然正气,却在人生最后阶段做了一件违背良心的事,在魏无限给他疗伤之际, 他重创魏无限,把阴虎符夺走,封印于蓝家密地,又设下众众结界互密的周全。 他本是为了天下苍生,认为阴铁伏在一个义正义邪,鬼神莫测的人手中变数太大, 只要阴虎符不再出现于世人眼中,便可阻止浩劫重现。 他因伤势未遇,又受阴铁伏邪气影响不久于人世, 遂将宗主之位传于秉姓纯良的蓝启仁,并告诫他, 结界涉治之法只传品行端正的后代宗主, 而先都之位必须由蓝氏弟子所得,手握封印之法, 一明一暗守护好重地, 绝不能让阴虎符落入不轨之徒手中。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阴铁伏在蓝家的消息不知如何透露出去, 这些年来,仙门各家蠢蠢欲动, 三番五次试探,皆因结界无功而返。 旺姬,你我重任在身, 绝不能因一己之私让阴虎符有任何机会重现人世。 蓝旺姬思索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 道,叔父所言, 旺姬谨记。 可依陵老祖被蓝一前被重创后, 百年不知所踪, 这些年来, 阴铁伏也没有丝毫意向, 叔父一指魏英与依陵老祖有关, 会不会, 魏英不受结界独障影响另有其他原因。 蓝旺姬尾时无法把娇软的小魏英 和百年前的依陵老祖魏无限联系在一起。 蓝旗仁看他神色犹疑, 叹息一声, 旺姬, 你可知为何我把结界设置之法传于你, 而不是你兄长。 蓝旺姬, 不知, 你天资聪慧, 修为高觉, 处事果断。 西尘看似沉稳, 实则头脑简单并无大智, 并非能担起重任的宗主之才。 当今世上, 只有你能守住阴虎符, 也只有夷灵老祖才能动用阴虎符, 我宁可错认魏英, 也绝不能让万中之一的不测出现。 蓝旺姬微微张口, 喉咙发紧, 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最终, 他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叔父放心, 我会以大局为重。 蓝旗仁道, 你先把魏英带回去, 净事就别让他住了, 还是送他去桃院吧。 当天傍晚, 几十盏图文各异的孔明灯 伴随着天边璀璨云霞缓缓升空, 云深夜空一时亮如白昼, 美不胜收。 一日, 魏英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 他迷迷糊糊地用手搓搓眼睛, 然后就看到床榻前的云锦屏风。 桃花锦簇, 杨柳垂涛, 风蝶恋婚。 圣春之锦月染锦上。 好熟悉的样子, 魏英轻轻俯上云锦断面, 睁大眼睛看了又看, 想了又想, 终于记起他刚来云深那一天分道的屋子, 里面就有这样一面屏风。 他心里紧了紧, 摸着床榻边缘站起身。 正松了一会儿, 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衫, 还是崭新的素色柔断起衣, 床边的挨戟上放着一套月白色云维衣袍。 他正愣了一会儿, 自己把衣袍穿好, 绕过屏风, 便见到八仙桌上热气腾腾的银耳莲子羹。 他跪在板凳上, 用木勺一口口往嘴里喂糖水, 然后回想昨天发生的事。 昨日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他在仙都走后任性地跑出去玩, 有人教他画天灯, 有人在他做错事时温和地说不用怕, 有人在危险的时候把他抱在身前, 提醒他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里没人责骂, 他也没人动手打他。 他用半颗真心和大家笑着, 他知道自己不对, 但他只是怕够了。 阿里姐姐说, 你留着一半真心, 等遇到真正懂你爱你护你的良人, 你再把整颗心交给他。 以心换心, 方能长久。 他还没遇到这个良人, 也可能以后遇不到了。 虽然糖水吃到最后有些微微犯苦, 但魏英还是把此碗端起来, 仰着头把里面挂着的汁水舔干净。 你醒了? 门外传来蓝景仪的声音。 胸哥哥来了。 魏英放下此碗, 转头看他。 蓝景仪端着一笼小包子放到桌上, 猜你也该醒了, 知道你不够吃, 我去厨房又拿了吃的。 漂亮哥哥不在, 是受伤了吗? 魏英朝他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 谢谢依依。 蓝景仪抽了抽嘴角, 立刻就要指正小傻子, 可想到一会儿, 他要对小傻子说的话, 又把到了嗓子眼的话咽了回去。 不用客气, 这么有礼貌还不太习惯, 蓝景仪心里想。 魏英用手抓了一个小笼包, 刚准备往嘴里放, 又想到什么, 把小笼包放回木笼里。 依依, 仙都在吗? 啊, 在, 哦, 这个时辰不在, 仙都去藏书阁处理公务了。 蓝景仪有些心不在焉, 说话像是没经大脑, 我是不是要被送回家了? 魏英盯着他, 神色很认真, 蓝景仪张大嘴, 不可思议地用手指着魏英, 你怎么知道? 谁告诉你的? 随即他想到, 反正早说晚说都要说, 他不说别人也会说, 既然小傻子都猜到了, 索性就直接告诉他好了。 蓝宗主说, 你太, 纯善, 以后做不好仙都夫人。 仙都也没有和你, 那个那个啥, 蓝宗主会为你寻一门好亲事, 保证你以后不愁吃穿, 让你安安心心回家代驾。 蓝景一见魏英, 全程睁着那双大眼睛, 听得专注, 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趋势, 更觉得诧异。 怎么着, 也该红个眼圈, 哭两声吧。 这种天上一日地上一日的转变, 是个正常人都受不住。 哦, 对, 这傻子根本不懂。 蓝景一想通了, 用手指指耳朵, 你听明白了吗? 魏英乖巧地点头, 听明白了。 他问, 现在就走吗? 蓝景一摸摸后脑勺, 呃, 不用这么急, 还有一日, 就是明天, 所有客人都会返回仙门。 届时, 你和他们一起走。 蓝宗主已经通知江宗主, 江家会派人来接你的。 魏英笑道, 好搭。 蓝景一又看了看他, 见他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还能没心没肺地笑, 便放下心来。 你不吃小包子了吗? 桌上的小包子还一个都没动。 魏英道, 要搭, 我怕把衣服弄脏, 你帮我把黑衣服找出来好不好。 蓝景一愣, 什么黑衣服? 还有我的小包袱。 哦, 蓝景一反应过来, 就是小傻子来的时候穿的衣服和装零食的包袱。 还在还在, 我这就去找给你。 等蓝景一跑出去, 为鹰右手抚上胸口, 感受到自己缓慢的心跳声, 脸上一笑。 我要把小包袱装满。 拿衣服和包袱回来的人, 不是蓝景一, 而是蓝思锥。 她是在未应发呆的时候进来的。 剩下的阳光从窗格子透进来, 照在月白色树腰宽袍的少年身上, 光线以她挺直的鼻梁为鉴, 把漂亮精致的脸分割成一半明媚, 一半阴暗。 有一瞬间, 蓝思锥觉得这个看似傻乎乎的小家伙, 谋底盈满了说不出的悲戚, 可在眨眼, 那里面又是一片呆滞的空王。 小公子, 蓝思锥怕惊吓到魏英, 放轻脚步走过去, 直到和他面对面才出声。 魏英看到是漂亮哥哥, 脸上浮现出欣喜, 漂亮哥哥没事吧? 我没事。 蓝思锥笑道, 小公子要好好的, 能吃能睡, 每天开心, 先都才会放心。 魏英见他手里拿着自己的东西, 眼睛一亮, 我搭, 是小公子的。 蓝思锥把衣服和包袱交给他, 然后从怀里拿出一个天青色乾坤袋, 这个袋子里可以装许多东西, 你的衣服, 包袱, 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杂物, 都能直接放进去。 魏英小指勾起怎么看, 也看不出能装那么多东西的小袋子, 怀疑地看了半天, 又摸了半天, 最后打开袋口, 小脑袋往里面探, 能把我也装进去吗?